自从6月29日,高云翔被成功保护士以来,各方也极为关注事件发展动向。 据最新消息显示,高云翔在当地时间7月5日下午1时55分出狱,妻子陪伴在她的身边。 那么高云翔出狱了,王金也有可能在下周三出狱。 那么现在事件的女主现在怎么样了呢? 在7月6日晚,有澳洲的网友爆料称,她曾和张希有过很多次的业务上的合作。 虽然谈不上朋友,但是对于张希的事情也算是略知一二。 她表示现在的张希因为性侵一事,无法面对自己的老公和家人。 而且澳大利亚媒体连篇累读的报道,几乎所有的悉尼华人都知道这个事情了,对于女方本人的压力不是一般的大。 而且由于长时间走不出当天晚上的阴影,张希还罹患了忧郁症。 其实张希事发之前一直是个挺活泼开朗的女生,为人还有口碑,在悉尼当地的华人圈也算是相当的不错。 结果出事之后,很多人都以为是她主动勾引的男方。 其实国内外媒体大篇幅的报道这件事,对于受害人张希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伤害。 而且她所承担的可要比高兵祥和王金的要多得多。 不认识了吗?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